大家好,在冬季养这个杜鹃花 想要它花朵开的更多,更娇艳的话 有两个必须,一个禁忌 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禁忌 这个杜鹃花我们都发现了 就算是它作为一种绿化树 栽种在路边 它也是藏在这个树底下的 那么这个杜鹃花 它其实是比较怕这个太阳暴晒的 在冬季也是一样 我们养这个杜鹃花呢 最好呢 是把它摆放在一个有散色光的地方 不要让它接受太强烈的这个光照 太强烈的光照 对这个杜鹃花的生长和开花呢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反而呢会起到这个反作用 所以呢养杜鹃花 一定要禁忌这个强烈的阳光 那两个禁忌是哪两个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土壤的问题 养着一个杜鹃花的话 它对这个毒氧的要求呢 是比较高的 这个土壤呢一定要疏松透气 而且呢要含有微酸性 这样呢对这个杜鹃花的生长呢 是比较有利的 如果想要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 平时我们就要多给它使用一些 这个硫酸亚铁 就算是在冬季也是一样的 给它用上这个硫酸亚铁 酸化这个土壤 和为它提供这个铁元素 对这个杜鹃花的生长 和这个杜鹃花生长 所在的这个环境 有着非常好的帮助 这个杜鹃花呢才能够长得更旺 那么第二个 这个杜鹃花在冬季 它开花开的是比较旺的 那么开花植物就比较耗养分 耗养分我们就给它补养分嘛 我们可以给它多用一些这个花多多二号 这种肥料的话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对这个杜鹃花的生长呢 有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这个杜鹃花 它是比较需要这个微量元素的 就好比缺了某一些元素的话呢 它这个植株 它的状态呢就会差很多 所以给它用这个花多多二号 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禁忌 两个必要 养这个杜鹃花 那么在冬季养护呢 就会更加轻松一些 而且开花的这个质量都会高很多 好 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